好,亲爱的孩子们,那么在今天的终极挑战赛环节当中啊,我们准备了123455幅图,对不对? 那么在图的数量上虽然增加了,但是方法也是一模一样,我们可以自己去把之前学习的方法总结到手了之后来恭货这个终极挑战挑战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五幅图,首先咱们可以看到在图上都已经12345顺序给咱们排好了,对不对? 现在呢,大家需要的是暂停视频,我先来整体的看一下这五幅图,大家能不能看懂,对吧? 哎,了不了解图上小表达的意思。 好,那在这个里面呢,老师先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我自己生活的体验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呢,老师是刚从东北回来, 我们就会发现现在呢,可能在南方也好,在北京也好,我们最高的气温还都是零上,对不对? 那可是前一段时间老师在东北的吉林这一个地方呢,它的最低气温要在零下26摄氏度,那最高的气温呢,也都是零下20度左右。 我们就会发现在一个如此寒冷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洗洗作作的人出门的时候啊,可能真的是帽子,微博,手套,全都武装到位,对不对? 就有许多时候,这样的冬天的感觉是南方的孩子可能体会不到的,而且最这个让老师流连忘返的地方啊,那要数东北的雪了。 一到冬天的时候啊,东北就会下很大很大的雪,那个雪啊,非常的洁白,而且很厚,整个世界啊,真的仿佛都变得格外的干净,格外的富有一种,我们用语言无法描述的这样的一种生机和灵性。 那我们就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有许多的小朋友呢,可能就会格外的开心,因为他们可以对雪人打雪仗在雪中嬉戏玩耍,对不对? 可是呢,就是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气候,这样的环境啊,那么有许多老年人呢,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危险。 因为比如说走路的时候,由于这个雪啊,可能这个有前一天晚上把它冻掉了之后,可能地面上是一层冰,那么咱们在走路的时候啊,就会非常的滑。 尤其是你到走到那种瓷砖路,它是滑滑那种瓷砖的时候,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脚下一滑,然后跌个这个大屁堆,是不是啊? 那我们就会发现,那有许多的地方呢,他们就展开了一系列的铲雪的活动,哎,把这个整个的洁白的世界保留的前提之下,但是给人们铲出了一条路,对不对? 那么这幅图,其实也就是发生在这样的雪天里的图。 我建议电脑前的小朋友们,如果还没有去过,比如说咱们哈尔滨啊,吉尼啊,对吧? 很寒冷的地方看雪的话,以后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去一睹为快,我们可以到那里去享雪,去滑雪,对吧?等等,非常的有意思。 那我们来看第一幅图,其实就是告诉了我们,下雪了,整个世界都穿上了,哎,新的银装,对不对? 连大地妈妈呀,也铺上了银色的大后被子,对吧?或者洁白的大后被子,那这时候小朋友们呀,他们高兴无比。 那在这里呢,就有小黄,小蓝和小绿,他们呢,在雪地里玩耍,对不对? 那正当他们玩得高兴的时候,哎,就发现了,我们来看,这是他们三个,对不对? 哎,远处呢,有一位,你看他还组着拐杖,应该是一个老爷爷,对不对? 哎,有一位老爷爷呢,他脚下一滑,哎,就这样,躺在了雪堆上。 那,直接老爷爷这时候啊,还紧紧的握着自己的拐杖,可是他的手啊,哎,却怎么样啊,哎,摸着自己的胸口,好像摔得不轻嘛,对不对? 那,那这几个小朋友当中,其中有一位小姑娘,就是小红,小红健壮呀,赶紧跑了过来,把这个老爷爷,干嘛呀,扶了起来,是不是?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幅图是稍微有一点点难懂的,老爷爷不接了,剩下了他们三个,他们在干嘛呢? 你看看,手里拿的是什么? 哎,手里拿的其实是铁锹铲铲血用的工具,对不对? 哎,原来呢,刚才是结白一片的雪,现在这条路被他们,哎,铲出了一条路,被他发现了吗? 哎,那就这样,人们上班下班,在这一条路上行走,就更加的方便了,而他们依旧在雪地上玩耍。 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一幅图整体上的内容,对不对? 那么现在你可以这样啊,你先暂停视频,刚才老师只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内容,我们还没有把它变丰富,对不对? 我们先暂停视频,那你通过自己的想象和理解,把这一幅图跟我们身边的爸爸妈妈说一说,我们先来看图说话,好吗? 嗯,说完了,我们再来听唐古老师讲故事。 好,说完了吗? 哎,相信刚才有许多小朋友啊,都说的非常的用心。 那我们再看一看你的想法和唐古老师的,有哪些不一样的,有哪些你说的更好的地方,好吗? 我们来看这一幅图。 哎,首先我们可以进行环境描写,对不对? 环境描写。 冬天到了,哎,那么在这一座小城里,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新的模样,房子上落满了厚厚的雪,松树上也如此,他们就像一块块奶油蛋糕一样,等待着人们去品尝。 而大地妈妈,她们早就已经披上了一件洁白的大衣,喜喜多多的小朋友们,他们都非常兴奋地出门在写地上玩耍。 他们一边听着踩雪的咔嚓咔嚓的声音,一边呢,嬉戏打闹。 有三个小伙伴,小红、小蓝和小绿,他们正玩得不一乐乎,却发现远处有一位老爷爷脚下一滑,哎,整个人都躺在了雪堆里。 他们一开始吓坏了,都瞪大自己的眼睛,想看个究竟。 结果这时,有一位小朋友发现,这位老爷爷右手虽然拄着拐杖,但是左手啊,紧紧捂住自己的胸口,好像摔得不轻。 他非常担心,快速地跑过去,对老爷爷说,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好。 这时,老爷爷说,啊,太好了,小姑娘,这天呀,真是冷,看,我的鼻头都冻红了,脚下的路也太滑了,我一不小心就摔倒了。 小红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静静地听着,笑着,这时,他慢慢地把老爷爷扶了起来。 老爷爷就这样,在小红的搀扶之下,走到了不滑的地方,慢慢地回家了。 而小红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其他两位小伙伴,他们经过商量,发现在这样的雪天,人们走在雪上,虽然赏雪很美丽,但的确是有危险。 于是呀,他们就赶紧回家,找来了铲雪的工具,三个人呀,哎,开始一鼓作气地铲起雪来。 后来,这一条大雪路被铲出了一条,哎,非常平整的小柏油路了。 他们几个仍然在雪地上嘻嘻打闹,还堆着雪人,而人们上班下班变得方便多了。 就这样,这一个地方再也没有人摔倒了。 好,孩子们,看到了吗? 这就是刚才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 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老师的这一幅图和这一幅图,这一幅图,这三幅图是终点讲的,前两幅图,第一幅图和最后一幅图,我们简略去讲解,对不对? 好,孩子们,这就是有想有略。 那么我还可以给这个故事起一个名字,对不对? 哎,比如说有意义的雪天,对不对? 哎,或者有朋友说美丽的雪天,又或者有人说帮助人的乐趣,对不对? 你还可以说三个小伙伴都行。 你们发现了吗? 今天咱们学习的这三幅图主题都是帮助。 刚才老师还跟大家分享了证人玫瑰,首有余香的道理。 就是在你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自己获得的反而是更多的喜悦和温暖,对不对? 孩子们,我也希望见老前的小朋友们,我们在学习看图作文以后,自己也能够有自己的体会。 那么今天这一节课,我们就要求大家在前几幅图当中,任选一幅图,一定要是多幅图,我把它写一篇不少于200字的小作文。 好吗?那么在写作文之前,老师给大家一些咱们的积累词汇,我们可以每一个词跟老师一起去读两遍。 这些词语我们都可以用在自己的作文当中,准备好了吗?我们先横着来啊,预备开始。 开怀大笑,开怀大笑,脚下一滑,脚下一滑,伸出双手,伸出双手,快速奔跑,快速奔跑。 好,九牛爱虎之力,九牛爱虎之力,美滋滋,美滋滋,笑眯眯,笑眯眯,沉甸甸,沉甸甸甸。 好,孩子们,你就会发现,比如说刚才当小红去扶老爷爷的时候,他有可能也费了九牛爱虎之力,九牛爱虎,九头牛,九只牛两只老虎,对不对? 我们就会发现力气非常的巨大,形容一个人,费了很大的力气,对不对? 好,孩子们,那么比如说快速奔跑,我们也可以用在最后一幅图上,在第一幅图上,就拍照的那一幅小男孩,我们也可以用上,对不对,孩子们? OK,好了,那么今天这一节课呀,我们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今天这一节课是我们多幅图作文写作的最后一个环节了。 所以老师希望大家呢,我一定要认真的去完成作业,那么整个在我们的小学阶段啊,单图作文也好,多图作文也好,它都是一个必考的考点,对不对? 那老师相信电脑前上过我们糖果课程的孩子,一定就会发现,不管是单图也好,多图也好,我们都可以总结一下方法啊, 我们都可以先去看内容,整体的看一下,哎,这一幅图,这几幅图,那他讲一件什么事,我能不能看懂,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可以用四要素去概括一幅图或者是美幅图,对不对? 谁在哪儿?哎,这个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事,对吧? 好,然后我们要把这一句话变形成一段话,给它变丰富,融入自己的想象,对不对? 比如说人物在所处的环境是怎样的,周围的景色是怎样的,人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人物心里想了什么,我们要把它补充完整,对不对? 最后,哎,我们要明确中心,比如说这一个故事背后有怎样的道理呀? 我可以在最后一部分突出体现,对吗?孩子们,OK,老师希望我们在以后的学习当中,大家也能够养成总结知识的好习惯,那么今天这一节课就到这里,再见了。